2017年对于社康护理服务来说 是极有意义的一年 因为社康护理服务和香港市民 经历了半个世纪 今天就由我方建议和大家介绍一下 香港社康护理服务 在过去50年的发展和贡献 50年前社康护理服务的发源地 是阳镇社会服务中心 1967年 陈立桥医生看到一位 长期在浴缸上生活的中风病人 触动了陈医生和一班热心护士 觉得香港市民实在有需要家居护理 于是社康护理服务先渡计划 就在阳镇社会服务中心展开了 1967年 香港的影响在香港 有很多病毒和尼通病 在某个地方 但我们本当以怕 我们只是继续下降 我们的第一个病人 是主要病毒 我们人生在各个地方 主要是继续房屋 从历史看上 在早期时 香港政府没有太多空间 可以建议很多医院 所以当时的医院比较少 当时外国传教士引入社区照顾服务 实践无常医院的理念 要建构这个community hospital 然后又有父子与社康护士 希望病人能够多些留在community 就不需要整入医院 拿打素负责整个香港区 阳镇负责九龙区 姓母医院也有嫁入 所以三分天下当时 我们能够获得很厉害的人 Joan Gray 她流行服务 她设立了第一个公司 当时社康护士服务的经费 都是由教会支付 后来香港大学Mrs. Carter的研究报告出现 到了1977年,即是十年之后 才得到政府资助 医务卫生署在1979年开始 提供社康护士服务 80年代服务片及全港 1991年由医院管理局接管之后 社康护士服务更加是突飞猛进 这个是有意义的工作 应该不是那么将自己局限 所以我们一直发展的时候 就一直扩展自己工作的内容 当时我们也预计了人口老化的发展 医管局开始探讨 其实社康护士的角色和定位 我们就选择了澳洲、英国和荷兰 看看他们发展什么 三个国家都很着重这个个案管理 我平常会探讨一些比较复杂的个案 他们需要多些专业和预计的探计 例如是一些胸皮膜、气管造口的案件 我认为衣服务的帮助很大 例如这个胸皮是移器面罩的消毒 后管的清洁 都讲得很详细 让我能够清楚 如何具体操作和消毒 随着资讯科技发展 1995年开始自己编写程式 用电脑代替琐碎的文书工作 在2012年智能电话的流行 我们用了电话 直接上我们的系统探病的时候 就可以即时看到他们的资料 和输入交房的资料 电话也方便我们和中心和病人沟通 因应人口增加 市民对社康护理服务的需求 亦都相应提高 现在全港共有44个社康中心 490位社康护士 为全港市民提供家居护理服务 我们在深水埗区工作 我们的病人大多数都住在 唐楼、板间房、旧型公共屋邨 我们的同事需要在一些 很狹窄的环境工作 另外亦需要走多层的楼梯 才可以到达病人的家 这里有这么多级楼梯 少一点气力都不行 全港有四成的老人家 都住在公共屋邨 不用说了 这里一定是社康护士出入的地方 在英国,即是在Glasgow的地方 我们看到它有一个Block nurse的理念 就有一个护士 它就去管理一个本地的社区 它就不理它 那些市民是刚出院也好 或者他们是有慢性病 又或者是一些预防性 维持性健康的服务 都是由这些护士来负责的 现时有几个屋邨 元朗水边围村 深水堡富昌村 柴湾鱼湾村 何文田爱民村 和南区的华富村 都有社康护理中心 好像特首施政报告提出 以地区为本的健康护理服务 社康护士的工作很有挑战性 除了说个案越来越复杂之外 还有家居环境限制 天气反常 交通往返 和上落楼梯 所以说社康护理工作 是对智慧和体力的考验 亦是对工作热成的体验 当我们选择医疗 来参与我们的服务 我们希望他们非常专业 他们非常专业 他们也非常专业 早期自己有车 在娜达素 有人捐了车给CNS 但问题是当时有护士可以驾车 但整整一下 不是每个人都会驾车 再整整一下有泊车的困难 我们就开始分散 有很多的sub-centers 希望利用这样 减少他们的旅程 现在有些社康中心 也有专车接载社康护士 天气差的时候 都可以坐的士探病人 说完车就说说制服 以前社康护士套制服 很有英国的感觉 有帽子又有袋子 整套军装 现在就不同了 社康护士套制服统一了 既专业又精神 还有一个白宝袋 出差之前绑一绑它 就不怕会过重了 我这里看到虚拟病房 究竟是什么呢 虚拟病房即是护养助家 是社康护士服务的深切治疗部 这个计划可以令病人 大大减低入院率到七成 家人的压力指数 低至四成 其实予养在家 每一天都在照顾妈妈 看着妈妈的情况 虽然妈妈离开了医院 但予养在家给我们的感觉 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 在最近二十年 社康护士服务不断革新 提高服务质素 锐医发展专科 目的是减少病人住院机会 为舒缓病床压力 有莫大贡献 由五月份开始入医院 一楼至九月份 一共入了六次 入医院都是很辛苦很辛苦 但汤姑娘用那个血氧的那部 乙气机上来监察我 叫我早上喷这一天 那后汤姑娘发现这样的情况 说我多数是半夜就咳醒 汤姑娘叫我这一天 移到中午两点至三点 喷了之后 我感觉很舒服很多 现在我都不用入医院了 千多只万多只汤姑娘 她有这种专业精神 有这种耐性、耐心 和爱心 慢慢地教我 以前会噴这些药 你服侍真是好 修药、用血压 和问候我 真是好心地 我身体不好 汤姑娘就跟我去看医生 两年前到现在都没有入医院 身体做过 现在就好了 社康护理服务 经过五十年的磨练、冲击和雕镣 看看这些成果 除了说医院和社区之外 还得到国际认同 真是非常之厉害 Lawrence 你是HA护士的掌援人 而社康护理服务五十周年 你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 五十年来 经过几代的社康护士 不断的努力 由武到有 而且还变得更加专业 和世界先进地区接轨 真是一点都不简单 我对各位的он线 都得很专与 半年前是全部厉害 几多多数人 工作在医院 社区尔区 我知道这是艾手 事都很难 你 business 自己继续 你必须提招了 你必须多重容 你必须 必须illo不接近 你必须 必须应该 必须 你必须 能够找到 monthly 最終的效果是更多於醫療病患的病患 它會做出社會和家庭的事件 如果我再年輕時 我會繼續工作在社會病患 隨著人口老化、醫療服務需求 亦相應增加 住院服務和外展服務要有更大的配合 社匡護士的角色更加重要 在這裏我祝願大家再接再例更進一步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